哈喽,各位好,我是方鼠 最近刚搬了家,手头没有什么食材调料 包仔饭既可以豪华丰盛 也可以朴实无华 那么今天我就用手头仅有的食材 做一道家常腊味包仔饭 准备广式腊肠两根 干香菇两颗 大米要用丝苗米 做出来的饭颗粒分明,锅巴焦脆 再挑一颗喜欢的青菜 配菜主要是为了减腻 接下来开始制作 先把干香菇泡发 再用清水浸泡淘好的米 30分钟 这个时间也能把香菇泡好 准备一个包仔饭汁 两人份的用量我放在屏幕上了 搅拌均匀即可 将腊肠切斜片 切得越薄越好 这样腊味更容易进入饭里 泡好的米过滤水分放入锅里 然后加入米量1.2倍的水 这个水量具体还要根据你用的米和锅的种类去调整 加水后大火烧开 我这次用的法郎锅 你也可以使用砂锅,电饭锅 由于法郎锅密闭性很好 所以注意烧开后锅盖要留一个口子 并且转最小火 我大概煮了4分钟 水分收的差不多了 这时加入腊肠 尽量铺均匀 沿锅边淋入少量油 防止饭烧糊 包仔饭包容性很强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食材 比如排骨 腊肉 川味腊肠 叉烧等等 淋完油后盖上锅盖 这次可以盖盐锅盖了 小火再焗10分钟 焗好后放入香菇青菜 配菜的种类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然后重点来了 最大火烧30秒到1分钟 闻到焦香味即可关火 淋入之前拌好的包仔饭汁 最后再焖5分钟 让米粒充分吸收包仔饭汁的味道 一锅让人无法拒绝的辣味包仔饭就做好了 锅把香脆 颗粒分明 每一粒米都吸收了腊肠和酱油的香气 制作起来非常简单 你学会了吗 我是黄金大苍蜀 我们下期视频见